嗨大家好,我是CC 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在含胸低头看着屏幕 停起来 长期低头看手机,浮安看电脑的小伙伴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姿势 因为肌劳成疾 长期肌肉紧张会造成肩颈僵硬酸痛 那现在呢我们来做5分钟的颈椎肩部 放松舒缓瑜伽 前4分多钟是坐姿 最后30秒是站姿姿势 全身无辅助工具 做完之后你会立即感到紧张感消除 很放松通透 好,我们开始 我们坐到垫子上调整一下 找到最舒适的状态 深呼吸从鼻子吸气 再从鼻子慢慢呼气 把手臂放在身体两侧 首先我们做肩环绕 由前向上向后 这个动作帮助纠正 含胸圆肩的不良体态 松弛僵硬的肩关节 生活中当你突然意识到 看屏幕的不良姿势时 就可以立即坐下这个肩向后环绕 肩向后向下放的姿势 就应该是你保持的姿势 肩胛骨在中立位 不用刻意收缩 也不能向两侧外扩 接下来我们做肩胛骨收缩 也是调整低头足体态的 锻炼到中下斜方肌 这块肌肉强壮一些会对上斜方肌有个向下的拉力 减轻肩部上怂的紧张感 做动作时想着两个肩胛骨中间能夹住一支笔 接下来我们做收缩下巴的练习 头平行向后能挤住双下巴 这个动作锻炼到紧身肌等负责把脑袋向后拉 耳朵处于肩膀上方形成好姿势的肌肉群 以及拉伸脖子后边肌肉如斜脚肌和枕下肌 如果说今天颈椎的锻炼精简到一个动作的话 就做这个特别有效 好慢慢低头下巴找胸骨 吸气的同时慢慢抬头后仰 达到你能做到的最大范围 然后呼气慢慢回来低头 重复动作 上台的时候要收着下巴 就像刚刚收缩下巴练习那样 不要头向前探 吸气感觉把能量吸入脖颈 呼气释放紧张感 生命就像瑜伽一样 一呼一吸肩 找到平衡 找到平和 接下来手放在身体两侧 头向侧边倾斜 注意对侧肩膀不要抬起始终放松下沉 可以的话用同侧手轻轻施力加大拉伸程度 力度适当不要有撕裂或刺痛感 然后头转向斜下方 充分拉伸到肩胛提肌 它是连接肩胛骨和颈椎的肌肉 多拉伸这里可以改善肩膀上怂 脖子紧张的状态 然后转头向斜上方看 我们一共做了向侧 向下 向上的拉伸 分别拉伸到斜脚肌的中竖 前竖和后竖 全方位嘛 别忘了肩膀下沉 好 换方向 如果哪个动作额外酸痛的话 就多停留一会儿 找到痛点 可以用指压按摩 这些要灵活掌握 头转向斜下方 手的力度要适中 不要使劲掰 呼吸平稳 好 转向斜上方 接下来一只手臂从身后绕过去 双手十字交叉放于腰侧 头转向手肘出外的一侧 停留一会儿 另一侧的肩膀放松下沉 好 换方向 有可能你脖子两侧紧张程度不同 甚至一侧转动的幅度比另一侧小 没关系 发现不同之后就额外拉伸紧张的那一侧 直到两边都能轻松转到90度 最后一个动作起身 膝盖微曲 垂头 脖子弯球放松 把压缩的颈椎舒展开 可以转动下脖子放松 这个动作和双手握干悬掉来放松脊柱是一个道理 让重力为我们服务 可以双手扶在后脑勺轻轻给个牵引力 OK 回来或起身一定要缓慢 否则头晕 那这五分钟的肩颈放松任何时候都可以做 在你工作的间隙或者疲劳一天下班回家之后或者睡前 当然所有的拉伸放松都是肌肉紧张之后的解药 要想跟出颈椎不适就不要做低头足 时刻注意看屏幕的姿势 这是自律也是自爱吧 OK Remember just move 我们下次不电不散 Bye